所以早上講那個查員系統 其實就是怎麼樣 就是我先把資料放進去了 那放進去之後的話呢 我再把它查出來 剛剛查出來不是 像早上是直接在那個 我們 Python裡面查 那Python裡面查只有你自己查 可是問題如果你將來要給大家查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網路上面 比如說我今天呢 關鍵字查一個什麼 像會員系統 比如說程好了 那你按一個送出 那你希望看到什麼呢 希望看到一個表格 他能夠把姓程的人全部幫我找出來 出來有沒有 程 程 有沒有 這幾個人 馬上就有答案出來了 對不對 那以後你進銷唇系統也可以啊 比如說今天有哪些進貨哪些出貨 然後呢 還要補哪些貨 等等的嘛 你就是做一個 進銷唇線上版 Jungle版的位 可以啊 不就差不多的意思嗎 啊會很難嘛 我覺得倒應該是還好啦 不過這部分如果你做出來 就是你的資源 而且這些東西會轉換成 Cash 就是 對不對 以前我們做的事情每天在做啊 其實都做來做就差不多東西 但是人家要花很多錢 還要請人家做喔 那現在這些東西你只要懂得包裝 懂得應用 哇 不得了了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那個後續的效益喔 這個效益而且不是只有在電腦上面可以用喔 手機上面也可以用喔 OK所以以後 無論任何地方 手機啊再配個QR Code給他啦 掃一下QR Code 進到查詢系統 對不對 輸入之後的話呢 就可以有東西出來 哇 他可能看到就想 太感動了 感動想哭了 實在是太厲害了 而且其實不需要做很多事情 OK 那這些步驟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喔 其實我已經幫各位整理好了 所以早上的東西呢 已經做好之後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按部就班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我需要一個這個 樣板 有沒有 所以呢步驟一 是先產生一個這個樣板 樣板還記得吧 就Template嘛 對不對 在哪邊呢 這個東西呢 實際上 步驟一呢 就是在這邊 我建了一個什麼 叫member phone slate.html 按右鍵 新的檔案就好了 那或者我剛剛是直接從 這邊的其他的那個 去複製貼上啦 比如說你可以拿一個來改 裡面的話基本上 你需要一個請 輸入查詢關鍵字 然後Action的地方呢 就丟給叫member 底線slate的 這個view 去幫你做查詢 那你會丟一個什麼東西給他 丟一個b OK name我叫b啦 因為我叫b啦 姓名在b啦 當然你未來你這個名稱可以改啦 但是你這邊改那邊也要跟著改 所以第一個樣板要改 第二個的話要做什麼呢 我需要再把這個樣板叫出來 它才能夠顯示出來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在view裡面 views裡面做什麼呢 views裡面建一個 這個有沒有 當我輸入 輸入什麼呢 輸入這個網址的時候 它能夠把 這一個html 幫我叫起來 這個樣板有沒有 要把它呼叫起來 所以呢 我會建一個view 這個view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對應到一個 這個uil 那這個uil 實際上就是 這個uil 就是在網址 後面加上 Fone有沒有 member phone select 它可以把那個view給叫起來 這樣的話我就可以 去把那個網頁 這個網頁 給帶出來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這個view跟剛剛那個uil 最後做出來結果就長得像這樣子 這個是第一個應該沒問題吧 前面我們做蠻多的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就按下送出 它會由 一個member 底線slater 的一個view去接收 那接收到之後的話呢 我需要做什麼呢 特別重要 底下就這個 其實底下這個member 這個 下面的程式 基本上是由什麼 由剛剛的程式貼過來改的 改哪些地方 特別重要 剛剛不是寫input input 我們原來是一個x 不過這個 我們不是在這邊 我們是 直接從哪邊呢 直接從那個 這邊本來是一個x 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是從表單 所以表單過來的東西是request.get 一個b 放在這邊就ok了 應該可以 這個有印象吧 對 那第二個是說我的那個database 是放在我的根目錄下面 的一個cursor db 不過特別注意 因為我這邊 在jungle裡面呢 沒有寫p次新增的部分 我只有做查詢喔 所以呢 這個資料庫呢 現在 只有在哪邊有呢 只有在我原來的python 專案下面有 但是在我jungle裡面沒有怎麼辦 沒關係啊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複製 複製之後呢 你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 這一個 買app啦 我們app底下 就把它貼到views的旁邊 ok 那這樣就抓得到 所以這邊 我們在jungle裡面 沒有p次新增喔 所以以後新增 你在python裡面 新增完 把它丟過來就好了 啊我只要抓到它的路徑 那我就可以把它open起來 ok 所以這邊 大概改這個 前面就加一個那個 就旁邊的路徑 有一個資料庫 然後並且丟過來的 性成的 然後幫我查一下喔 那底下的話 再來就是什麼呢 把我們的那個什麼 標題把它print 不過print的出去 特別注意喔 我們要看到的 並不是print的東西 而是看到上面的這個東西 上面這個東西的話呢 基本上這個表格 所以特別注意喔 表格的 輸出 好像上一次上課有講到 另外99層馬表有講到 就是table 那原來我是 因為是把這個程式從那邊call過來的 只是原來是200 太窄了 我把它改成700 然後寬度的話 其他的話就是把欄位名稱用串接的方法 把那個欄位名稱 一個TR就是一列 一個TT就是一個儲存格 兩個儲存格 三個儲存格 四個儲存格 再來就是把那個回軒跑一下 for root 就是rule 就是那一列 在curse裡面的那個列 第一列幫我讀出來 然後讀出來做什麼呢 把它放到 一列 的一個儲存格裡面 有沒有 第二個儲存格 第三個儲存格 第四個 第五個儲存格 然後最後跑完之後的話 再結束這個table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表格 給輸出了 應該這個 前面有做過啦 只是說 可能細節啊 熟不熟練回去 多多演練喔 那最後的話把它close 並且把這個字串 做輸出 那輸出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最後的結果 那另外的話 當然 有一個view 你最後當然要對一個什麼 一個uil 所以這個uil 再把它加上去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把剛剛的東西 從頭到尾做完的話 其實我剛剛雲端上都有貼啦 所以你待會 改為jungle的 這個版本步驟 這個是完成畫面有沒有 樣板一 先建立一個樣板 OK 就在這裡稱是 view的話呢 就是一個兩個 uil就是一個兩個 貼上去 其實你什麼事都不要做 複製貼會吧 就會看到我的結果 那以後你可以把這個拿來當什麼 當 當一個 範本吧 回去把它改寫一下 你也可以做出查詢系統 以後你可以找一下 像 網路上很多其他 不一定會員資料 像那個 我們上學期有講到開放資料 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任何的之家 是中央政府 一堆的開放資料 比如之前那個 志高有問那個 Uby 有沒有 Uby也可以啊 或者不一定 Uby 什麼東西都可以嗎 那你也可以隨時讓人家查詢 OK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這個 這個部分 雲端上有 畫面切換給各位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好像 我也是剛剛 趁 吃飯前 把它稍微弄一下 反正就是 SOP嘛 把那個 SOP 建立起來 你就照SOP就好了 因為那天看那個 YouTube 看到 柯P 他不是有人採訪他說 然後說 很多東西 像什麼 公仔啊 看起來 很 很有溫度啊 很溫馨 然後柯P 就回答他說 這裡面 其實是 SOP 因為他覺得 會有溫度 會有溫馨的感覺 還是需要 SOP啦 你建立好之後就照那個 固定流程走就好了 其實你也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啦 在你完全不熟的時候啦 請你 按照那個 雲端上面的支援 其實也可以變化出很多東西啦 我覺得應用面太廣泛了 這東西 那當然還有同學問說 這個技術不是跟PHP很 幾乎是一樣的 那幹嘛還要 學這個 用PHP就好了 其實當然 技術只會推成初心啦 還有呢 這個前 這個後浪 這個 對不對 會捲 超過前浪嘛 對不對 那當然 一浪就是會有 不斷不斷的改變啦 所以你如果永遠還是停留在舊的觀念 你是沒辦法跟別人競爭的 所以你要想啦 其實不管在任何 任何的行業 都會有競爭的問題啦 對不對 哪怕是像我們這個行業 我們這個行業競爭更激烈 這個 撕殺的更慘烈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能夠在這個行業裡面 能夠 還佔有一席之地啦 坦白講 我算是還 蠻 算蠻幸運的啦 還沒有被那個後浪給 可以 好 而且 課程開的其實都還 算不錯啦 我是覺得 那當然就是 要有一些 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們也是一樣啦 就是你要去思考說 你要怎麼樣把 已經 一手好牌 已經拿到好牌了 你要把這個好牌打好 才是比較重要 即便你拿到爛牌沒關係啦 你還是要有個信念 就是你一定要贏 你要堅持 你就會自然而然 你才有辦法 就是有一些 一些不一樣的 這個地方讓人家看到 OK 那試一下 待會的話 我們就是按照那個 要怎麼按照 按照這個 順序嗎 還是要按照 目前座位的順序啊 謝謝